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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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竞选总部的发言人陈世凯 今天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竞选总部 大家可以从上一周 我们各地竞选总部成立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看到有满满的热情 很多的支持者都站了出来 来支持我们 大家也应该感受得到现在就是已经开始进入我们选举的关键时期 当然我们更要凝聚我们所有挺台湾团队的力量在今天要展现出来 今天呢也是我们竞选总部开张以来第一次的记者会 我们的首发场就是要来介绍我们最重要的竞选总部的组织架构 我们2024年赖清德总统竞选总部的组织架构 我们今天就是公布的记者会 我们要向各位来介绍我们所有每一位重要的干部 那当然我们今天也要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授予我们每一位重要干部一颗重要的制胜球 希望我们的挺台湾团队都能够投出制胜的关键球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先邀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先请就位 来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棒球手套 先交给我们的赖清德副总统也是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棒球 那我们每一位干部今天也都穿着棒球的外套 好 接下来我们第一位要来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决策委员会 过去我们从三月到现在已经召开了十几次的这个决策委员会的会议 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决策委员会的召集人邱毅仁召集人来到现场 我们请邱毅仁召集人上台 好 大家请掌声鼓励 好 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将这个制胜球交给我们的邱毅仁召集人 好 也请我们的召集人能够把他球上面有写到召集人的这个给大家拍一张照 好 放到手套去 制胜球放到手套 好 谢谢我们的邱毅仁召集人请回座 谢谢 请先回座 谢谢 球可以拿回去 没事 好 待会再拿起来 好 下一位就是我们的后援总会的总会长陈茂仁之政 那他同时也是我们的小英之友会的会长 请我们的总会长陈茂仁会长资政请上台 由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授出我们的制胜球 陈茂仁总会长的制胜球 大家请鼓掌 谢谢 好 请回座 下一位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的国政蓝图召集人 我们的郑立军政召集人 大家掌声鼓励 也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授予我们的制胜球给我们的国政蓝图召集人 郑立军 好 谢谢 下一位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总统府秘书长 也是我们这一次竞选总部的总协调 我们的林佳龙秘书长 好 大家掌声 也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授予制胜球给我们的总协调林佳龙 谢谢 请回座 下一位是我们的竞选总部的总督导 卓荣泰卓主席 担任我们这次竞选总部最重要的总督导 也请我们的候选人赖清德 未来的总统能够授予制胜球给我们的总督导 卓荣泰 谢谢我们的竞选总部总督导 整个竞选总部的灵魂人物 也就是我们的主任委员姚立民姚老师 担任我们的主任委员 请大家掌声鼓励 也请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寿宇 制胜球给我们的姚立民姚老师 担任我们的主任委员 未来将带领我们的竞选总部 迎向胜利投出关键制胜球 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再次请所有的竞选总的干部 再次上台 我们大家来进行大合照好不好 也请大家把手套一起戴上来 那我们的党部的秘书长 许立民秘书长也来到现场 也请我们的许立民秘书长一起上台 那今天呢 本来还有一位贵宾要到现场 就是我们的荣誉主任委员 苏贞昌 他今天因为屏东有事 所以没有来到现场 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现场的贵宾 把球对着前面那个 第一点不要遮到脸 第一点不要遮到脸 好来 我们是不是一起来喊我们的口号 我说Team Taiwan 大家喊挺台湾 我说2024 大家说团结一致 Team Taiw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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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團结一致 2024 團结一致 Team Taiw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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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拍照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 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所有的贵宾 都先行回座 包括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也先行回座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我们新上任的主任委员 姚立明老师来为我们讲几句话 我们稍等一下 我们的讲台用好之后 我们的姚立明老师会来跟我们讲话 好 大家掌声 欢迎我们的姚立明主任委员 来为我们说几句话 赖总统候选人 赖总统候选人 各位团队的伙伴们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早 我跟赖总统候选人 虽然已经互动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也有一段时间讨论 2024选举的互相交换一些意见 可是当他邀请我参加竞选总部的工作的时候 我还是有一点迟疑 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有三四年都不在公共事务了 那可是我仔细想了以后 我就发觉现在距离选举 已经不到70天了 但是 百分之百 一定会参选总统的 在台湾只有赖清德一个人 其他三个人到现在都还有变数 那我就想我不帮他还能帮谁呢 尤其是 我的了解 从 赖富他4月12号被提名 做总统候选人以前后 刚刚讲了三月份其实就开始 到现在 整个团队 不管是对于选举的 组织架构 对于选举的策略的设计 对于 对于治国理念的 这一个构思 都已经非常的成功 而且获得多数选民的肯定 按照民调来看 得到非常正面的回应 所以我参加 我在这个时间参加 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棒球 棒球赛已经打到九局下 这个已经领先三分了 那上场的救援投手 他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不要失分 绝对不让对手追平 就按照现在成功的竞选节奏 继续下去 所以基于此 所以我愿意 贡献自己丁点的力量 来跟在座的许与多伙伴 一起打拼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我们的姚立民主任委员 也期待姚主委能够和我们 一起在挺台湾的道路上 一起撞到台湾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 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主席 来为我们讲几句话 大家请掌声鼓励 竞选总部各位伙伴 现场美女朋友 以及线上收看直播的各位好朋友们 大家早安大家好 首先要感谢老师 姚立民姚老师 愿意承担此重责大任 我相信竞选总部在姚老师带领之下 不仅仅不会失分 还会带领团队得分 确保这场选举最后的胜利 那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 因为台湾是从威权的黑暗年代 走到今天民主开放的幸福时光 这过程当中 当然有许许多多民主运动的前辈牺牲奉献 更有全国父老乡亲团结合作 共同打拼的结果 过去民进党 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出生 也在这块土地上长大 民进党的存在 就是为了台湾的生存发展 民进党也很荣幸 在过去几十年 可以和台湾人民并肩作战 一路上从突破党禁报禁 废除刑法一百条 终结全球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 争取百分之百的自由 同时另一方面呢 也推动台湾的国会全面改选 总统直选 才有今天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 民进党很珍惜 过去跟台湾人民共同打拼的历史 我们也很感谢台湾人民 对民进党的信赖 让民进党由在野 而到执政 民进党也汲取台湾社会 给予民进党的教训 在在野的时候检讨改进 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特别是蔡英文总统执政 这几年来不仅仅在两岸上面维持现状 推动稳健的发展 也深获国际社会的肯定跟支持 在外交上蔡英文总统也推动了民主 自由人权的价值 我们结交了更多 更好的国际社会的好朋友们 在国防上面 在总统推动国防自主 或者是对美国国际社会 进行军事载扣 增加台湾的国防力量 在总体经济上面 我们也看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成果 包括总体经济 国民生产毛额 由17兆元 已经来到22到23兆元之多 台湾已经是全世界第21大经济体 台湾的对外贸易 外销的总额 也已经成长了70% 目前台湾是全世界第18大贸易国 我们的国民平均所得 也已经超寒赶日 已经超过3万2000多块钱美金 我们的失业率 也已经下降到3.52% 这一些都是这么多年来 我们共同打拼的结果 我特别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 跟全国的父老乡亲报告 我们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勇敢的往前干继续走 在民主的道路上持续壮大台湾 未来我们还会更好 更好的未来就在前方 我希望我们大家要信赖台湾 共同努力 一直勇敢的往前走 千千万万不可以走回头路 我身为民主进步党党主席 也身为民主进步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我肩负着国家持续进步的总统大任 我只要有一个目标 就是赢得这场选举 让台湾不至于走岔路 或者是走错路 能够在正确的路上持续往前走 在这种状况之下 在过去以来 立法委员的提名 我秉持民主大联盟的精神 以跨党派 跨世代 跨领域 结合台湾社会各个民主力量 希望争取人民最大的支持 同时我也是在这场选举当中 最后计划提出最完整的国政蓝图 我们也希望 藉由推出优秀的人才 以提出国家未来发展 最重要的国政蓝图 让国人对未来的台湾更有信心 也让我们能够以争取到 国人最大最多的支持 除此之外 我们也必须要强化竞选总部的组织 我特别跟各位父老乡亲报告 这一次竞选总部的组织 我们网罗了党内跟党外的人才 一起打这场选战 确保这场选战的胜利 刚刚施宇已经有特别介绍 竞选总部的荣誉主任委员 就是邀请副国院长 苏贞昌苏院长丹刚 我们都很清楚苏院长 从政数十年 民主运动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不管是在地方或中央执政 都赢得人民深深的称许 特别是上一次 接任行政院长林维受命 也让这一场2024的总统大选 民进党有争夺冠军的可能 另外非常难得的 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 我们邀请大家非常信任 也非常敬爱的姚明尼老师来当纲 感谢姚老师 其实他这个杨老师身体健康 其实姚老师花了很多的功夫 在家里照顾杨老师 抗力情深令人感动 但是他这一次为了台湾的未来 他也愿意勇敢承担 承担此重责大任 一如我刚刚所言 竞选总部在姚老师的带领之下 我相信可以发挥最大的战力 赢得国人最多的支持 不仅仅可以确保九局下不会失分 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分数 在这一场民主的选战当中 得到冠军 也让台湾未来成为民主世界的MVP 另外一个非常难得 我们邀请到企业界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同时也热心公益 先后担任过福伦社的总监 也担任过小云之友会的总会长 另外目前也是总统府资政 陈茂仁 陈董事长 来担任我们后援会的总会长 另外我们的决策小组的召集人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邱宇仁先生 邱宇仁一生都奉献给台湾的民主 从他年轻到现在 不管是担任党 行政院 总统府 或者是国安会的秘书长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他对党的贡献 以及对台湾提出最好的服务 令人钦佩 即便从年轻到现在 对国家的理想跟报复 时间从来没有影响过他 这一次愿意接受这个重者大任 我相信在整个 虚拟变化的选战当中 邱宇仁来领军决策小组 一定可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郑立军董事长 我们之前已经有介绍过 是竞选总部国阵蓝图的召集人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领军三个基金会 三个智库所推出来的种种 国阵的系列蓝图 也赢得国际社会的肯定 不管我是在造势的场合 或者是出席其他的活动 通常都会碰到许多人跟我肯定 希望我们要找这个目标继续下去 也就是说在整个竞选的纷乱当中 他们很高兴看到 只有我们这一组候选人 特别关注到国家未来的发展 而且很负责任的提出我们系列的国阵蓝图 他们除了支持也表示深受感动 有这样的负责的团队 他们一定会鼎力支持 那也谢谢绿金 另外其他我们同辈的 包括前主席卓龙泰 担任总督导 然后林家龙 总统府秘书长来担任总协调 潘梦安担任总干事 刚好加起来就九个人 就是一个棒球的队伍 就是棒球的团队 这是一个冠军的队伍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国人的支持 也敬请给我们批评指教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为了更好的台湾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我们一定要赢得这场胜选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一定要赢得这一场的胜选 那接下来是我们媒体提问的时间 我在想是不是邀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跟我们的主任委员 我们的主任委员呢 今天也特别来到现场 一起站在前面 那接受大家的提问 那第一位我们要邀请的是TVBS 新闻网邵宇 想要问一下赖富跟姚主委 因为姚主委之前就有在那个中场会专案报告 那当初是双方就有默契要出任要职嘛 然后以及过往主委曾经帮柯文哲选举 如今柯文哲也在选总统自己的心情是什么 那姚主委的加入是否能够帮赖富更了解 可能成为对手的柯文哲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可以让九局下更不会失分 谢谢 你是问我还是请教姚老师 都有都有 想要问一下就是你给他加入 要怎么让姚主委更了解 帮你更了解 是 一如刚刚姚老师所言 我们彼此互动已经有一段时间 那我对姚老师非常钦佩 他常常站在大义的立场 不分党派 只求是非 也只问国家未来的发展 真正邀请姚老师担任 竞选总部主任委员 大约是两个礼拜前 因为我一直在想 因为杨老师还需要姚老师的照顾 后来姚老师经过考虑之后 他认为家里的事情 他应该可以另做安排 为了台湾前途最重要的一场选战 他应该要承担起责任 那如果说你刚刚问的 姚老师对我的帮助 跟之前对柯文哲的帮助 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姚老师会帮助我打败柯文哲 请姚老师 我2014帮柯文哲 在去竞总之前 我是不认得他的 是有人介绍 然后我就给他上了两堂课 然后就进到竞总帮他忙 可是我后来认识他以后 认识他的本相 本面目 我就跟他分手 不再联络 用简单的话来讲 我跟柯文哲是媒妁之言 所以通常俗话讲的 因误会而结合 因了解而分手 这样子 那我这一次帮赖 是因为我跟他往来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非常信任 这个赖富 因为至少我们几次的 我交往的经验 他是个非常正派的人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从不说谎 承诺 对我说的承诺 不管小到时间 一件小事情 他一定 不会反悔 这点让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他 我深信他作为国家领导人 是一定 能够获得选民的信赖的 所以这一点 我跟他是跟柯文哲 完全不一样 我们俩是交往而结合 所以当然相互之间会长长久久 好 谢谢姚老师 下一题 我们请三例的任伯 冯总统想跟你请教 因为你有很多跟学生 面对面的经验 那你怎么看 昨天柯文哲 他到高雄大学演讲时候 被问到关于他们党内 徐春英的一些争议 他似乎有点激动的反抢学生 那另外其实在同婚的立场上面 柯文哲好像态度也是有点反复 包含过去说投反对票 后来变投废票 那昨天又改口说 他没有反对 你怎么看这样立场 一个反复情况 那因为今天公布了这样子 您的一个新的竞选总部的 一个组织架构 大家很关心说 那副手的人选 未来大概什么时候会公布 是女性吗 那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吗 谢谢副总统 是 我想 社会上了解 柯文哲越多的人 也越相信柯文哲面对问题 一直都是变来变去 对同婚的态度如此 对很多其他的事情也一样 我相信这一点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那第二个我是非常肯定 我到学校去进行演讲 提出问题的同学 不管再怎么样严厉 我认为 这个都代表了学生 对国家社会的情怀 关心 所以我要竞选总统 我有责任 应该要回答学生 每一个问题 那现在 徐春莺能不能担任 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 不仅仅学生关心 社会大众也都非常关心 但比较可惜的是 柯文哲主席 从不亲自跟社会大众讲 为什么民众党要提名徐春莺 反而是要责任 徐春莺自己来说明 面对学生直接提问 他竟然用恼怒的方式来面对 我觉得这不可取 这不可取 也非常不应该 那我们希望给柯文哲主席 一个机会 今天则适当的时间 清楚跟社会大众说明 好 谢谢 还有第二题 哦 是 因为我们的竞选 都有按照步骤来 像哈北说 今天我们公布竞选组织的重要人 重要的这个负责的团队 那另外呢 我们在下个礼拜 会公布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然后在下个礼拜 在下下个礼拜 就会进到公布 我们副总统的人选 就是时间到了 我们会按照步骤 一步一步地来公布 谢谢你 那姚老师要不要针对前面那一题 有没有回答一下 柯文哲的那个问题 柯P反复不是新闻 它不反复才会让我惊讶 不但是公共政策如此 不但是它对于公共政策的论述 会反来覆去 它甚至于对于某一项事实 它都会前后不一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它对它自己祖父 家人 受难的过程 在跟我亲自讲的 跟它对外讲的 都不同版本 那你觉得 它怎么取得 别人或者选民的信任呢 所以我对于他 这种现在的反复 一点都不惊讶 哪一天他始终如一了 我才可能会从梦中惊醒 好 谢谢老师 下一题我们请忠实的议评 请问一下副总统 2000年的时候跟2012年 匾菜选前都提过 类似联合政府的概念 那日前的一个 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隆 也提过协和式民主 那就是因为你日前 以丁子户来形容 主张联合政府的小党 是否让人感到 你对小党没有包容 也就是民进党可能在国会 过班之后也会硬干的想象 那是否对于 也是弃手中间选票 那你未来当选了 总统了之后 是否会考虑行政院长或阁员 由在野党来担任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我们这场选举 不管是推出 民主大联盟的立委候选人 或者是我们提出国政蓝图 目的就是希望 能够得到包括中间选民 年群选民 不分族群 不分联居 不分性别人民的支持 能够一举 能够承担国家的重责大任 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 也是责任政治 应该要赢得人民过半的支持 做得好 人民继续支持 如果做得不好 人民才有机会找到负责的政党 这个就是民主精神的意义 所以我们这一场目标 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当选总统 我在立委提名的时候 就秉持着跨党派 跨事态 跨领域 其实我们今天竞权总部的组织 何尝不适 不分区的名单 也是秉持这样的精神 我深知目前国家面临挑战之重 之严峻 必须要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共同为国家打拼 所以我担任总统 我必然也是秉持这样的精神 向社会取材 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办法成就 国家更大的进步 更多的发展 也能够确保国家的安全 那当然了 就是 社会取材嘛 就是 都有 好 谢谢 下一题我们来邀请TVBS作恒 那下一题就是最后一题 他这题完了之后 再最后一题 好 谢谢 再次我想请教一下 针对您万里老家的部分 黄珊珊昨天再度的批你 然后说民进党双标 说就是没有缴税 哪里有不一样 另外是有郑大教授 就搬出过去这个南铁的部分 然后说那跟别的 就是同样都是家 难道有不一样吗 我想这个 他们两位的发源 基本上跟事实是有距离的 我特别要强调 我们的老家 在万里矿区 那在万里矿区的不是只有我家 台北市 新北市也不是只有万里这个矿区 包括金山也有 还有包括瑞芳也有 换句话说 面临我家相同处境的 有许许多多人 那第二个我要特别分享 矿工的家庭我们家 之前我有跟大家报告过 其实每一次台风来 我们兄弟姐妹 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去做 就是找回被台风刮走的屋顶 常常是牵绊 平常也会漏水 在这种状况之下 年久失修 我们当然要去修建这个房子 但是目前因为新北市政府 仍然没有在矿泉废掉之后 提出土地的区域计划 也没有办法让区域内的所有的住户 有一个遵循的方向 当然新北市政府可以说 个别可以提出申请 这当然是一个途径 但是新北市政府何尝没有责任 在几十年的期间 应该要对矿区的民众的居住权 给予协助 给予保障 给予整体性的一条路来走 那我现在在这边 再重申我们家的房子 政府过去 就是有过去政府 只要有开出的单据 他有来鉴定 这个税率或者是税者 他所开出的税单 我们都有缴 我必须要这样讲 那现在呢 我们也愿意 接受新北市政府 或是其他主管机关的判定 该怎么样做 我们就怎么样做 我也讲过 这个老旧房子的修建 纯粹是一个居住权 其中无涉及特权 那我也希望 新北市政府或社会 评论这个房子的时候 也不必把它当作是一个特例 它就是一个矿区 许多矿区中 一个矿区里面的一个房子 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 在矿区里面的房子 比比皆是 这个问题也期待我们地方政府 还有相关的主管机关 可以共同努力合作 给我们这矿区民众的房子 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当然这个徐教授 谈到台南铁路地下河的事情 那跟我们家这个房子 性质上也不一样 那各种何况大家可以看 我在推动铁路地下化工程的时候 其实这个核定不是我的市长任内 在我市长之前 交通部行政院就已经核定 我是负责执行 我已经有考量到大量拆迁 对民众造成的困难 所以我兴建了地方自治史上 有史以来第一个照顾住宅 有史政府提出拿出土地 公开招标 让建筑营建商来投标 选出最好的团队 兴建照顾住宅 用成本价 一瓶七万多块钱 来卖给这个住户 大家可以想一想看 现在那个房子的情况到底如何 相较于以往住在铁路旁边 其实生活的环境 其实改善了很多 大家可以拨个时间 去看一看台南市的社会住宅 这是我对被拆迁的 住户的一个责任 当初我甚至也去找了台湾银行 住户跟我说他们没有投机款 我找了台湾银行 百分之百比照公教人员地利贷款 我争取到这样的程度 如果他们不想要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还可以提供 其他的选择 就是说你这个房子 因为我们有社会住宅 有它的那个价值所在 那你如果本身没有办法来居住 你可以责定接手的人来登记这个房子 再加上征收政府的补偿 这两笔经费 去到你喜欢的地点来购买你的房子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当然知道 对实际上居住在铁路沿线居民的影响 所以台湾市政府 我当市长任务 也尽我的可能 来减低冲击 来照顾这些住户 我特别利用这个机会简单说明 好 谢谢 最后一题 我们请民事的加话 来福想先请教一下 就是因为昨天有开会讨论不分区 那不分区的名单 目前有没有什么进展 有一些亮点的部分 那还有传书卢彦虚是已经拒绝了 那另外想问说 那最近梁文杰的事情 那就有人质疑说 是不是在针对新系 好 谢谢你 这个不分区的名单 我刚刚大约有提到 也是秉持民主大联盟的精神 跨党派 跨时代 跨灵异 选择社会优秀的人才 那优秀的人才 我们非常主义 但是优秀的人才 也有他个人人生的规划 也不尽然 我们邀请 他就有办法来接受 来参与 这必然情况是这样子 那这一次我们透过自建 或是团体的推荐 总共有一百多个 那的确是跨领域的好人才 通通都有 未来我们会持续秉持这样的方向 在下个礼拜提出名单 争取国人的支持 好 谢谢 OK 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谢谢各位贵宾 谢谢各位干部 这个球大家可以带回家 好 感谢各位媒体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